大家好,又是小新先生 今次和大家開箱的是一個Mask Toy的MAT 015 編號 一盒綠色的Action Figure 看到打著這麼大一個Crashing Mic的問號就知道是什麼 沒錯,就是一個謎語人 來自一個蝙蝠盒的第三集 Batman Forever 新編蝠盒不敗之謎中的 一個尖姬來飾演的謎語人 這次因為大廠一直都沒有聲氣說要出它 所以就適合了副廠出這個角色 可以補完 看到剛才的封面有一個很大的Question Mark 另外反轉角盒的後面就看到了 應該有兩個頭雕的造型 我們先拖來看看 打開這個外盒之後就看到了 裡面還有一塊綠色的很多Question Mark的內頁 打開之後發現真的 原來就是一個雙頭雕 豐富的手型和配件 現在事不宜遲了 馬上開出來和大家玩一下 鏡頭一轉開箱了 看到眼前的一個由佔基利所飾演的一個謎語人 沒錯,成身綠色的 加上他的一些豐富的配件 首先看看他的頭雕 話說今次就是一個雙頭雕的Figure 好,首先看看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已經連著那頂帽 那個經典的綠色的帽 但是這個頭雕就是一個 嘻嘻嘻嘻嘻嘻嘻 伸細膩的鬼馬的造型 這個表情覺得它挺正的 伸細膩的好像很過癮 究竟是否吃到什麼好味道 還是這個這麼鬼馬的表情 本身就是尖機隨機發揮的表情 好,一個就是連帽的頭雕 所以那頂帽就不可以拆下來 已經瘋了 好,現在看看另一個頭雕 另一個頭雕就是除了那頂帽 但是整個表情是完全不同的新規造型 所以你看到它有一個橙紅色的一個 已經瘋起了的髮型 加上它有一個抹大口的大笑的模樣 兩個樣子真的各有各好 兩個都這麼喜歡,對不對? 好 另外除了頭雕之外 講一下它一身的造型 這次現在就是用它套戲裡面大部分時間 穿著一個緊身的長綠色的連身衣服的造型 外面加了一件綠色的外套 那件外套就是用這個八樓去處理 所以我們可以拆了那些 應該說除了那些八樓 就可以看到它裡面的內部是怎樣的 好,除了之後也是一個長的緊身衣 那件緊身衣其實就是那個手袖位那裡 就是穿了那隻手指弓在那裡 所以換手的時候記得要注意一下 手指弓是要露出來這個洞洞位那裡 好,那件衣服穿了之後 其實看上去都挺OK的,對不對? 好,另外說了 因為它本身一個好件衣服 和那個連身衣服 是有很多問號符號在那裡 那些符號都另外是燙欣賞 所以看上去都算是挺OK的,對不對? 另外看到它這個素體 看上去就應該是穿了一雙鞋,對不對? 我想說它就是用了一個加高的件 所以令到它這個腳掌位是會比較漂亮的 就不會突然看到腳栽會很容易穿奔的感覺,對不對? 一雙綠色的鞋,一雙綠色的皮鞋 好了,這個頭雕,剛才說過可以替換的 非常之OK 好了,那除了這個雙頭雕之外 另外也有給我們多一點帽子 作為一個配件用的 那就不能帶到到頭那裡 因為它的頭髮已經太高太大頂住了 另外純粹讓你當作一個普通的配件 可以拿著手上的一個造型 好,那另外還有什麼配件呢? 另外的配件就看看兩個比較特別一點的 一個非常之大,整個攪拌機 上面還有一條透明的管器 那條管器其實正常的電影裡面會發光 另外旁邊兩個綠色的兩塊東西也會發光 當然到現在一個小小的裝置 就沒有一個發光的功能 一個其實是一個接收的裝置 另外一個是發射的裝置 另外一個是發射,一個是接收 兩個配合一起用 就可以讓迷語人讀取到大家的腦部的訊息 資料 就可以騙到你們很多的秘密 所以這兩件東西非常之重要 在迷語人的電影裡面 就是兩個小配件 裡面看上去好像碎冰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碎冰 就是一些古怪的電子零件 一個位置其實也可以少少旋轉一下 除了這兩個配件之外 當然少不免的 就是迷語人經常手上拿著的那支手像 這支手像是一個金色的狀態 上面一道位也應該可以打開它 我們試一下 先看看 這個位置可以打開 像電影裡面一樣 其實它可以控制到電子儀器 可以干擾它們和控制它們 所以這個可以令到 它闖入蝙蝠洞的時候 控制它的電腦 控制門去打開它 一個迷語人專用的手像 除了這個手像之外 還有什麼配件比較有趣 首先還有一個比較過癮 就是這個放大鏡 這個放大鏡是整個金色 就是頭和尾做了透明的處理 但本身這套戲裡面 就是看小小顆的鑽石 用放大鏡來看一看它 但現在就給我們放大鏡 鑽石就沒有了 麻煩各位自己準備一下 媽媽或者老婆或者女朋友的鑽石 來一起看看它 可以看清楚是多大顆 另外有一個 好 我們看看這個 應該說 有五個 應該說 非常有趣的綠色蝙蝠炸彈 沒錯 就是在迷語人闖入蝙蝠洞的時候 用來炸了 報師少爺的所有東西 所以連蝙蝠車 都是靠這些炸彈去炸它們 總共給了五個給我們 好 除了這個 這個迷語人先生 應該說 有一個隨身的隨身袋 應該說 有一個索繩 有一個扣給我們 可以被它揹在身上 然後放五個蝙蝠炸彈下去 炸蝙蝠盒 其實是蝙蝠車 非常之可怕 好 另外的配件就是手型 除了現在手上的放鬆手型之外 另外也有一對 就是攤大了的手型 手型上面的血管 也有上到一些顏色給我們 好 除了這些 其他的我不特別多說 全部有另外四對 就是蝙蝠的手型 分別可以讓你駕駛其他武器 武器之類 另外就是有一個地台 我們先看看地台 地台看到很大 一個蝙蝠俠不敗之謎的 一個logo的圖案 上面就有一個 謎語人名牌 一個支架的地台 另外的配件 都差不多七七八八 但是如果之前有預訂的朋友 在大貨那裡 就會送多一個面具 這個就是一個萬聖節 Halloween的面具 就是當時他和Two-Face 闖入蝙蝠洞的時候 就是靠著這個面具 叫做 原木混珠 打算混進蝙蝠俠 合仙山的基地 靠著他帶著一個 紅色的古古怪怪的 鬼怪面具 好 以上就是一個Mask Toy的謎語人 現在看到謎語人 除了他的外套和帽帽之後 就變成他之前闖入蝙蝠洞 這個大洩破壞的造型 另外就找Hot Toys的 Batman Forever的偏方合聲立 戰衣版 以及羅賓的戰衣版本 最後就放在一起 喂 終於可以配合 正好帥仔的比例 接下來Mask Toy 還會有Two-Face 剛剛開訂 希望快點可以到貨 集齊他們四個 因為之前我都買過另一間廠的Two-Face 大家可能都有印象看過開箱 那隻最後覺得頂不順 因為整隻太不適當的關係 都快點放了 而且很便宜地放了 算數沒有眼看 我期待 因為Mask Toy 我看到他的產品造型 都是挺好的褲廠 都值得一買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你都喜歡這個Mask Toy Batman Forever裡面的謎語人 我們下集再見面 就這樣 拜拜 記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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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